今天讲一下谷歌账号注册的最新教程 现在注册一个谷歌账号或者说Gmail邮箱是非常困难的 注册谷歌账号的时候可能会遇到需要手机扫码验证 并且这个奥维码你大概率是过不去的 也有很大的概率会遇到手机号码无法验证的情况 这是因为在一两个月前谷歌升级了分控措施 现在基本上只有用手机注册才能成功了 用之前的方法在网页版去注册谷歌账号是不可能成功的 遇到需要扫码验证的概率非常大 在电脑上使用安卓模拟器去注册也没有那么容易成功 哪怕注册成功了 它也会让你接受两次验证码 意味着你没有办法用接码平台 也没有办法用虚拟号码 更可惜的是 还有可能遇到注册成功之后被秒分的情况 虽然这种情况可以去申诉 但是也没有办法保证一定能成功 今天我们就来解决以上两个难题 当然也会讲一下注册谷歌账号之后必须做的一些设置 拥有一个谷歌账号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2025年11月底 Germany 3发布之后 它的AI能力几乎和ChatGPT是并驾齐驱的 我们比较常用的谷歌邮箱 油管 Google Play 谷歌相册和GV都需要用的谷歌账号 先讲一下准备工作 首先是需要一个相对干净的手机 这里的干净指的是这个手机没有用来注册过多的谷歌账号 如果要用电脑注册的话 那就需要用安卓模拟器 使用安卓模拟器的情况 需要你的梯子开 虚拟网卡或者TUN模式 不过这种方式远远没有手机稳定 然后是需要一个干净的国外IP 后面会讲怎样查IP的纯净度 这里推荐首选美国IP 因为美区的谷歌账号功能是最全的 比如GV号就必须使用美区的谷歌账号 最后是需要一个手机号码 国内国外的都可以 要求是这个号码之前没有注册过谷歌账号 接下来我以苹果手机为例进行演示 先去下载Gmail或者ChromeAPP 这两个APP都可以在国区的义用商店下载到 在义用商店搜索并找到GmailAPP 把它下载到你的手机上 下载好之后先不打开 先去检查一下你的境外IP的纯净度 打开你的T字软件 选择一个美国节点 把顶部的按钮打开 找到全局路由点开 把配置模式改成代理模式 然后去打开Safari浏览器 在浏览器里面打开检查IP的网址 链接放在视频下方 就是这个网址了 页面往下拉 可以看到我现在的IP是美国的 确认这个信息就好了 页面再往上拉回到顶部 点击IPv4后面这一串数字 这里需要做一次人机验证 跳转到这个界面之后 再复制一下顶部的数字 然后打开查询IP纯净度的网站 链接也放在评论区字顶 就是这个了 在它的搜索框 粘贴刚才复制的IP 然后点击右边的搜索按钮 稍微等一下 回跳轮到这个界面 显示欺诈分险16 小一时就可以了 也可以把你的所有IP都查一下 选最干净的 接下来注册Google账号 打开GmailAPP 点击底部的登录按钮 然后点击添加其他账号 点击第一项Google 在弹出来的页面 点击继续按钮 稍微等一下 跳转到这个页面之后 点击创建账号 然后点击个人用途 在弹出来的界面 填写名字 也就是填写昵称 信使那里是选填项 选填项都不填 填好之后点击下一步 如实填写你的出生年月日和性别 大于18岁就好了 点击下一步 在这里填写你的用户名 填写好之后点击下一步 这里显示这个用户名被人用了 那就要换一个 设置好之后再点击下一步 在这个界面 设置一个你能记得住的登录密码 点击下一步 需要接收一次短信验证码 加86号码也是可以的 点击下拉框可以找到加86号码 把页面拉到底部就能找到了 只要你的IP是干净的 你的号码之前没有用来注册过谷歌账号 一般86号码是可以收到短信的 我这里使用美国的实体手机号来注册 美国手机号可以看一下我这一期视频 链接放在评论区字顶 也可以看一下我这篇文章 本文列举了所有可以获取到的境外手机号码 文章链接我也放在视频下方 回到谷歌账号注册页面 填写手机号码之后点击下一步 然后填写短信验证码 值得说明的是 视频里面的邮箱和手机号码 在我录完这个视频之后就会删除 不要通过这个邮箱或者手机号码联系我 填写好之后点击下一步 会来到这个界面 页面往下拉拉到底部 点击按钮我同意 点击下一步 把这个页面拉到底部 点击更多选项 页面再往下拉 这三个选项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 点击我同意来到下一个页面 稍微等待一下就注册成功了 到这个界面之后点击左上角的完成 弹出来的页面点击允许 到这里就非常顺利的注册了一个谷歌账号 接下来需要做一些设置来增强这个账号的安全性 先设置一下辅助邮箱 点击右上角头像 点击管理您的谷歌账号 稍微等一下 来到这个界面 点一下添加辅助邮箱 需要填写一次登录密码 点击下一步 就可以设置辅助邮箱了 辅助邮箱不一定是Gmail邮箱 可以填别的邮箱 比如国内的邮箱 或者其他的国际邮箱 填好之后点击保存按钮就可以了 回去之前的页面去验证一下这个邮箱 在这个页面找到安全性与登录 点击它 找到辅助邮箱 点击请认证 点击验证辅助邮箱 填写一次邮箱印证码就验证成功了 验证成功之后 回到之前的页面 还需要做两个设置 分别是两步验证和通行密钥 接下来开启两步验证 点击文字两步验证 可以先点一下第一项的通行密钥和安全密钥来试一下 点击右边的加号 点击之后 弹出来的页面显示无法创建 这里先跳过吧 先设置两步验证后面来解决这个问题 点击文字身份验证器 来设置一下谷歌验证器 在弹出来的界面 点击设置身份验证器 会跳转到这个界面 这里有一个奥维码 你可以把它截图保存 备份这个奥维码之后 当你换了一台设备再去添加谷歌身份验证器 扫这个码就可以了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备份它的密钥串 点击无法扫描就能看到了 就是打码的这个部分 二维码和密钥串是等价的 备份任意一个就可以了 现在去应用商店下载谷歌身份验证器 在搜索框搜索身份验证器 找到并点开第二个结果 把它下载到手机上 打开桌面上第四个图标 点击开始使用 点击栏色按钮继续 点击添加动态密码 这里就有两个方式 分别是奥维码和密钥 点击扫描奥维码 去扫描刚才截图的奥维码就好了 我这里选用第二种方式 注入设置密钥 先粘贴一下密钥串 上面的账号名称 可以随便取一个昵称就好了 你能记得住的 点击添加就可以了 屏幕前的六位数 是每30秒变一次 点一下就可以复制了 回到GmailAPP 粘贴到输入框 点击底部的验证 然后点击右上角的开启按钮 稍微等一下 弹出这个界面 就设置完成了 点击完成 开启两部验证之后 你在其他设备登录 就不需要收短信验证码了 这样会方便很多 当然更方便的方式是 添加上面的通行密钥和安全密钥 现在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现在来开启Passkey 也叫通行密钥 再次点击通行密钥和安全密钥 然后点击创建通行密钥 显示没有办法在这台设备上创建 需要做三个设置才能用 先回到手机桌面 打开设置APP 点击Apple ID 然后找到iCloud点开 点击屏幕前的文字密码 像屏幕前这样的设置才是对的 按钮是打开的状态 如果是关闭的状态 你要把它打开 否则它没有办法同步到 你的其他的苹果设备 需要做的第二个设置是 你的手机需要设置锁屏密码 回到设置页面往下拉 找到变容ID与密码 填写一次锁屏密码 要确保你的FaceID 或者指纹密码是打开的状态 如果没有设置的话 你要去设置一下 这两项做好之后 你的手机至少要锁屏一次 然后输入密码打开 或者关机重启一次 这三步做好之后 再回到GmailAPP 点击底部的创建通行密钥 在弹出来的页面 再次点击创建通行密钥 点击添加通行密钥 验证一次FaceID或者指纹密码 就添加成功了 通行密钥的主要作用就是 代替短信验证码这一步 并且这种方式是非常安全的 你的生物信息都是存在你的设备里面 苹果和谷歌都拿不到 如果你是使用安卓手机 注册谷歌账号的流程和方法都是差不多的 如果你实在没有办法注册成功 那就去买一个 这里提供三个平台 它们的链接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 打开第一个平台找到谷歌全球ID 这里选择对应的账号就好了 用我的邀请链接去购买的话会自动优惠 这三个平台都是支持支付宝的 第一个平台还支持加密货币 第二个平台是银河录像局 找到增值下面就有谷歌账号了 这里也是支持支付宝的 它是有优惠码的 优惠码我也放在视频下方 第三个平台是环球巴士 页面拉到底部才能找到谷歌账号 点击其他就能看到 不过它现在没有货源 要等它更新